视频开始之前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印象中啊 香港老一辈的顶梁柱演员 现在还有哪一些活跃在一线的荧幕呢 有成龙大哥 周润发 刘青云 张家辉 古天乐 还是任大华 除此之外 你们还能想到哪一些呢 那么再想一下 香港的80后演员中 还有哪一些活跃在一线的大屏幕呢 哎 恐怕就更少了 我的答案只有一个 谢霆锋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汪正义 欢迎收看今天的正义光影 提起香港电影啊 大家的心里面应该都是充满回忆的 在八九十年代 香港的影坛在世界范围之内 都是独树一致的 警匪片 功夫片 更是风靡世界的存在 还记得我们前几期聊的黑客帝国吗 他的武术指导团队 就主要来自香港 像蝶血双雄 英雄本色 包括徐克导演的武侠系列 全部都是荧幕经典 可是到了今天呢 我们渐渐发现 香港的影坛呢 衰弱的已经非常的厉害了 演员方面呢 更是青黄不接 除了谢霆锋啊 我还真想不起来 香港八零后 还有哪一些演员是一线的 而老戏骨里面呢 能扛得起大梁的 当属刘新云 张家辉和古天勒 据研宝华仔 忘了明天 我就去床女上班 今天我们就等香港影坛 还活跃在一线的张家辉和谢丁峰 聊聊两部电影 看看他们是怎么在日渐示威的香港影坛中 还能保持活力和口碑的 我们聊的第一部电影呢 就是林超贤导演 上映于2008年的 证人 谢丁峰饰演的唐飞 是一个勇猛果断 为人严格又富有正义感的警察 影片一开场的抓捕戏 就充分的表现了唐飞的幸福 本来计划周密的行动 因为手下一个队员的疏忽 直接导致了队友心也冲枪 行动之后呢 唐飞大发雷霆 可以说脾气十分的火爆 而张家辉饰演的灰仔 是一个混了20多年的金牌打手 收人钱财 替人消灾的那一种 刚出场呢 就是他一场撕票的戏 虽然看起来 灰仔有些不忍心 可是办起事呢 还是干脆立委的 灰仔曾经因为受了重伤 眼神不好 右眼呢已经完全失明了 左眼呢也变成了色玻璃 在家里面还有一个瘫痪在床 不能说话的老婆 每天都需要吃药 所以灰仔的准则是 只要能赚钱 他什么都干 所以这票刚刚结束 他就马上接了一个 绑架小孩子的活 事情回到三个月之前 汉匪丧波被同伙救走 唐飞和星眼开车去追 结果在一个红绿灯路口 一辆面包车撞了过来 连同唐飞和丧波的车 全部翻掉 丧波爬了起来 抢了路边的一辆车就跑 唐飞跟在后面连开树枪 最终击毙匪毒 活着丧波 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车的后备箱里面 竟然还有一个小女孩 唐飞刚才开枪 虽然打死了匪毒 但同时也误伤了小女孩 最终导致孩子伤众不治 而小女孩的妈妈 则彻底陷入了崩溃之中 张静珠饰演的孩子妈妈高敏 是一个精英律师 有两个女儿 因为成天忙于工作 最后疏忽了家庭 跟丈夫离婚 车祸当天 他正在和丈夫打电话吵架 结果就被丧波抢了车 车上的孩子 也被丧波放在了货币箱 紧接着就是唐飞开枪 这件事可以说让唐飞 陷入了无尽的自质当中 法定最后的裁决是 孩子死于不幸 唐飞因为在执行任务不知情 所以不负法律责任 但是对于一个 充满正义感的警察来说 这件事又怎么可能 跟自己没关系呢 在唐飞看来 孩子的不幸 就是自己一手造成的 所以接下来 他一直关注着小女孩的妹妹 也就是高敏的另一个女儿 小林 希望能以此给自己赎罪 三个月之后 丧波被重新送上了法庭 他在一次案件中 被警察开枪打伤 现场残略的血迹被警方找到 而这份唯一的血液样本 就成了给丧波定罪的关键证据 而高敏 碰巧就是解放律师 丧波也害怕自己被定罪啊 所以就安排人买通杀手 绑架小林 以此来威胁高敏 将血液样本调包 而接下来绑架任务的 就是灰仔 灰仔趁着小林放学 把他绑架 碰巧那天唐飞也在 两个主角展开了第一次交锋 结果是 唐飞被灰仔 一百转拍云 孩子呢 被劫走了 这件事让唐飞和高敏都非常的紧张 因为小林 是高敏唯一的竞争寄托 也是唐飞活下去的希望 无论是出于警察的职责 还是自己灵魂的救赎 孩子 都不能够出事 所以接下来 唐飞开始玩命的 寻找孩子的下落 影片的故事结构啊 可以说并不复杂 接下来的发展呢 就主要围绕唐飞和灰仔的多知逗用 以及高敏会不会掉包血液样本 这两点来展开 高敏是检方律师 可以随时拿到警方掌握的证据 所以对他而言 这是一场在亲人和正义之间的选择 对于灰仔 他需要钱给老婆治病 所以他不惜违背良心绑架孩子 这是一场亲人和良知的选择 而对于唐飞 他是一个警察 也是害死小林姐姐的人 对他而言 无论是出于职责还是内心 他都必须要保证小林的安全 三个人之中 他是唯一一个没得选的人 唐飞和灰仔的第二次交手 是灰仔外出买东西的时候 被唐飞认了出来 两个人在街上展开混战 闹出了很大的努力 这一次啊 匪徒就直接要求灰仔 砍掉孩子的手 来威胁高敏 而这个时候呢 唐飞已经根据线索 找到了灰仔家里面 结果第三次交锋 灰仔还是带着孩子跑掉了 唐飞根据手机定位 找到了灰仔和孩子 紧接着 两个人展开了第四次 也是最后一次交锋 另一边 高敏在知道唐飞救孩子后 给了他几巴掌 一方面是出于对唐飞的恨 另一方面 唐飞和灰仔的几次交手 让匪徒误以为高敏报了警 所以威胁高敏 要伤害孩子 但是唐飞在他面前 一再地保证 一定会救出小林 而高敏 也没有办法违背自己的良心 和职业道德 最终 没有调包血液样本 在法庭上 帮助检方 给桑波定罪 至于小林 就全靠唐飞了 唐飞和灰仔的最后一次交手 很不顺利 尽管找到了孩子 但是灰仔太厉害了 唐飞被他几个回合 就挡得头晕影 灰仔接的最后一个电话 就是除掉孩子 健身收钱 这个时候他也犯难了 为了钱 他已经做了很多 不想做的事情 但是对孩子 他是真的下不了杀手 不过这个时候呢 小林因为惊吓过度 无意间打翻了刹车 被杀子破败 灰仔直接愣在原地 不知道该怎么做 而追上来的唐飞 一看到这个情况 还以为是灰仔干的 就抡起石头 朝着灰仔的脑袋砸了过去 唐飞在沙子里把小林救了出来 不断地给他做人工呼吸 希望把孩子换起 如果小林再出事的话 他这辈子都回不了头 他这辈子就回来了 我这辈子就回来了 你也要把孩子扔了 他在封印的地方 会发生了 他这辈子就回来了 你不想看他 他才能救我 我跑不下去 我真的跑不下去 不过林昭仙导演没有给观众一个虐心的结局 孩子最后成功苏醒了过来 安全地回到了高明身边 在历经了重重危机之后 唐飞的灵魂得以救赎 这时候影编再次回到了三个月之前 那个时候灰仔还是一个有原则的打手 做事情低级的不做 钱少的不做 而怀孕的老婆不想她受苦 就借了孕毒的事情做 结果被灰仔骂了一顿 你老婆用得着大的肚子出来做 低级的不做 钱少的不做 现在你讲尊严呢 你讲得体吗 不准招 回家的路上 灰仔被仇家偷袭 老婆在淘宝的路上动了胎气 灰仔呢 就猛踩油门去医院 结果在一个红绿灯路口 撞上了两辆车 而这场车祸 就是唐飞当初抓丧波 不幸误伤孩子的那一次 灰仔的老婆 也因此流产 瘫痪在家 而他自己也弄坏了双眼 原来啊 唐飞 灰仔 高明 他们三个人的命运 早就被交织在了一起 一场车祸 彻底地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而证人的故事 也到此结束 我们回看整部电影 全片以写实的手法 让影片的基调 显得十分的生猛 但是拍摄手法上 却没有采用 传统经费编那种 全群倒肉的方式 比如说啊 唐飞耀灰仔第一次 和最后一次叫手中 两个人各自抡了 对方一脑袋 音效处理上 都选择了低音效果 但是观众看了都知道啊 这得有多疼 反而比普通的打击效果 要来得生猛 影片整体呢 都在围绕着救赎这个话题 唐飞因为误伤孩子 所以她一辈子 活在自责当中 后来她拼命保护小林 一方面是为了让孩子 可以安全地活下去 另一方面 就是救赎自己犯下的罪过 而对于高敏呢 她之前一直忙于工作 疏忽了家庭 疏忽了孩子 最终导致了离婚 设计孩子之后 她才真正地知道 家人对自己的重要性 所以她后来 努力地弥补孩子 就是在救赎自己 曾经对孩子去世的关爱 而灰仔呢 她之前因为有原则 没赚到钱 又得罪了很多的人 导致老婆为了救自己流产 甚至是瘫痪 所以她后来什么都做 就是为了给老婆尽力赎罪 影配最后 灰仔的眼睛彻底失明 她在那一刻想到的 还是自己的老婆 警察 警察 过来啊 警察 过来啊 查我老婆 查我老婆 很多人都说电影用正人这个名字啊 不太妥当 老实讲啊 我从头看到尾呢 也觉得有点不合适 但是也想不出更好的 不过电影的质量很好 故事性到拍摄说法上都非常不错 所以在口碑和票房上面都获得了成功 成为了张家辉和谢霆锋 在演艺事业上的一个分水岭 张家辉从2004年的大时间之后啊 就开始在转型 尝试摆脱过去那种 诙谐幽默的表演风格 转而严肃起来 最终在正人中 演技获得了认可 成功斩获了第28节金像奖最佳男主角 和第46节金马奖最佳男主角 入行了20年啊 可以说终于获得了影帝 而谢霆锋也通过本作 成功地开始转型 摆脱了过去装酷耍帅的包袱 最后抱着孩子的那场哭戏啊 可以说非常的感人 是谢霆锋演技成熟的一个标志 当时还有不少影迷 为谢霆锋没有能获奖感到遗憾 这个时候可能会有小伙伴说啊 谢霆锋演技总是离不开咆哮和出诉 的确啊 他过去拍戏呢 确实有这个缺点 但是在本作中表演起来呢 已经非常的自然了 在2019年上映的《十月围城》中 他再次展现了更为成熟的演技 而到了2010年上映的《现任》 则彻底摆脱了过去 所有的表演包袱 一举斩获了第三十届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 那么下一期 我们就一起来领略一下 这部让谢霆锋的封地之作 这里是正义观影 我是王正义 我们下期再见 谈不论我不敢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